十年来生活变化还是挺大的 我来深圳的时候是一位姑娘 现在我成了一位母亲 时间间唯一不变的 就是我在追求我的理想 结果欲望是什么 多付这些钱 希望将来的日子越过越好 十年来这变化太大 十年前 十年前呢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 十年前也就是二年前 十年前呢 十年前 这已经不知不觉了十年了 十年的工作和生活 都有很大的变化 走到一些地方 感触比较深 让我对 对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相处啊 还有对很多事物的看法 对了很大的改变 刚刚步入社会 各种坎坎坎坎坎 是我人生的一次经历 有人说我们舞蹈演员 是吃青春饭的 事业当中 有许多伤痛是不可避免 2013年飞典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实习完 然后就走上了工作岗位 经历了那年的飞典 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当时 那个我们就是 虽然没有去一线 参加抗击飞典 但是 这个对我的一生的经历 非常大的我发誓要 就说要好好学医 做过杂工 在饭店里端了盘子 搞过羊肉串 一边修过卷帘门 做过很多很多的行业 在后来中 按摩中慢慢自己 学习修脚 现在是一名专业的修脚师 我来深圳的时候 是一位姑娘 现在我成了一位母亲 十年以后 我会用普通话 介绍我们民族的文化 身边的人和事 都发生蛮多变化的 今天我拥有自己的房子 也结了婚 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2012年 我们在开看我们的小城市 道路宽广了 人的精神面貌和穿着打扮 都不一样了 对我们农民来说 国康边这个水手 对我们见面了 还有我们农民给股铁 最尤其是在这个 十年我们这个遗宝 我学会了开汽车 开小车 学会了电脑 学会了上语 学会了写诗歌 弹琴 十年是一个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的一个时间 北京的话 这两年的变化 肯定就是觉得 人越来越多了 我觉得北京 逐渐的就是 会变成一个 不夜城那种感觉 就是无论什么时候 它都非常的热闹 都向所有人展示着 它的一种活力 和一种生命 老师兄 业离以后呢 在工作方面我发现 遇到很多不同的问题 人越来越 整个社会的不适应 人越常站在学校里 这种社会的相应里面 所以在经过几年的这种 社会的模仿之后 慢慢地去实验社会 慢慢地在社会当中 自我慢慢地去 全面自己的新的一个人生意义 十年之前的话 正好是人生的一个低谷 从原来的公司买断失业 到重新去寻找一份 适合自己的这个工作 然后进入到新闻行业之后 找到了一个自己努力去工作的方向 应该说这十年的变化 也是一个职场竞争的一个缩影 它给了我一个全新的一个发展空间 也让我对自己的这个人生的定位 职业定位 甚至包括自己的人生价值 也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 时间间唯一不变的 就是我在追求我的理想 从未改变 因为十年前 我是一名非常稚嫩的高中生 到了今天 我是一名青年律师 在这个追逐梦想的过程中 我从未放弃 而且时代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平台 让我们能够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也让我们能够为自己的未来而奋斗 我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想 我心应跟着希望在动 北京的幼望 最后的幼望是什么呢 我现在就是说 下一步的梦想就是多挣这些钱 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 我就希望未来房价能低一点 对 以后呢 我是希望以后十年之后 在北京有一个自己的房子 然后或者说自己也成为 一家门间公司的老板 或者说以后可能会逃避回农村去创业 我想开一间海鲜餐厅 最大的愿望是 家里面老人能够身体健康 孩子也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我未来的生活样子 比如说我在今后的十年之后 我会结婚 我会有我的家庭 但是我不会在北京选择居住的 不会到我喜欢的一个城市 停留下来 然后要我想要的生活 我希望在以后 自己未来的生活当中呢 能在 能在北京 找到自己一个新的一个立足的空间 就对于 就是北漂的人来说 应该这是大家都所期望的 我希望我们在深圳的 少数民族 能够在深圳享受到国家的 对少数民族的一些政策 比如说教育子女方面的 比如说可以在深圳可以升第二胎 希望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 给予更多的包容和支持 让外来物工人员的子女能够上了起学 能够上好学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方面 可以有 有更好的发展 在环保方面 希望将来的日子越过越好 生活压力都要有用吧 就行了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跟着希望在动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